手邊視窗告訴你,你現在的MANLAB是在什麼目錄底下 預設值就是MANLAB的這個程式的目錄 它是在你的Provence Files,或是Windows系統 Provence Files,MANLAB,BIN,BIN下面的一個目錄 當然你的資料,像剛剛下載資料,一定是在另外一個目錄 所以我可以按一下這個 上面有一個Browse for Folder 應該是英文版,應該會一樣的東西 你可以按一下,有一個打開資料夾的小圖示 那我就可以轉到我的這個目錄底下 每一個人上載的不一樣 所以你就只要找到你自己上載的目錄在哪裡 然後現在我開始找不到我的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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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這個目錄之後 你應該會看得到 左邊會出現 HR01到HR12 這個12個檔案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還沒有上到後面的課程 所以不會有後面那些下面其他 我這邊有一些東西 但大家應該看得到 那為什麼要怎麼做 或是因為我們 NineLine其實就是有一個 一個城市 但它有一個工作目錄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左邊這個 是要告訴你工作目錄在哪裡 所以 如果你不是在你的資料夾裡工作的話 你就找不到你的檔案 那如果你是在你找到這個目錄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針對這些檔案去做處理 所以這是第一個 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個3Color的中間 就是你最主要的部分 它就是你執行各式各樣分析的地方 那 比如說 你可以在這邊打1加1 1加1 1加1等2 1加1,然後按Enter 它就告訴你 answer 等2 那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複雜的這些運算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當我寫1加1等2的時候 右邊 右邊這個workspace 就會出現 一個answer Ans Variable 就表示說 我執行1加1等2的時候 NineLine會試圖告訴我 它的結果 我們結果通常都存在一個叫 Ans這個變數裡面 它的value就是2 所以這個就表示 你做了什麼事情 你的Variable一定會傳出一個結果 它叫做Ans 那它會告訴你裡面是什麼東西 如果是1加1 那它一定會告訴它是等2 如果你是一個正列加正列 或者是正列做一些處理 它就會傳出 你的結果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正列 等等的東西 所以右邊這個workspace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區塊 因為它會告訴你現在 你的Ballet裡面 有哪些東西 被你算出來 然後你也可以去創造出一些 東西去幫助你做一些運算 那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這個Layout裡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conculture 它不是在default裡面的 通常我會去哪一個選舉出來 就叫做 comment history 就是你可以在Layout按下去 下面找到一個comment history 然後 它預設是pop up 但是我通常會選buck 意思就是說 我會讓它顯示在右邊 那你可能有些 你同學有一些版本 平常buck的時候 它是出現在下方 那也是可以啦 那 那這個 為什麼這個 我覺得很重要呢 是因為 這邊顯示的是 你剛剛所執行過的所有的紀錄 所以你不管做了什麼 各式各樣的運算 有時候比如說 你做了一大堆運算之後 你會顯示 一串數字在你中間的這個 視窗上面 可是 你就根本看不到 你之前算過什麼東西 可是你一旦知道 右邊的comment history之後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找到 你之前做過哪些事情 像這個之前 我做過 不一定做過一些事情 所以它就會 告訴我 你之前做過這些 你下過這些 這個comment這樣子 然後現在還有時間點 像今天是 2019年9月12號 我這個是美國時間 所以它那個時候開始 1加1等2這樣子 OK 好 那 所以 這個整個介面是這樣子 那我今天 因為我們不會先認到一些 很複雜的功能 所以就 我就先把這個介面 介紹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 我剛剛 我們做了那四件事情 用minelline把它做出來 所以哪些四件事情 大家其實才記得嗎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 我們要改成 import rntable 到bandat 然後把intable rntable 畫出來 然後把rntable convert to heart rate 然後再來是 catelate time axis 所以就是 我們把這四件事情 做完 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好 那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這個資料 把它叫 讀進來 那 讀進來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直覺的名字 叫load load 其實是在電腦科學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詞 大家說 load and save 就是load 一定就是把一個東西 讀進來到某一個程式裡面 那save 就是把你在做的東西 把它save到 回到你的電腦的磁列上 所以load 它是一個 在那裡是一個很重要的 function 它其實可以讀很多東西 但基本上它其實可以讀文字檔 所以 我跟你講 我給各位其實就是一個文字檔 所以 你可以 在旁邊打一個load之後 當你打一個左花火的時候 後面 nightnight通常會自動跳出來 這個load 後面應該要接 什麼樣的一個input 的一個資料 所以 你可以看到我打左花火的時候 出現就是load file name 就表示說 它預期你 會 來讀進一個檔案名稱 那 是 它可以騙人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可以是一個文字檔 也有可能是一個 mylab 自己的一個data file 那 所以 根據不同的檔案格式 它自己會做一些判斷 那 今天這個case 其實很簡單 因為是個文字檔 那 mylab已經很聰明 你根本不需要告訴它 這是文字檔 它就自己就會 判斷它是個 它會試著用文字檔去讀喔 總之呢 你就得去打file name 那 對於第一次接觸mylab的同學 你可能會很直覺的 你就會打hr01.txt 然後再打個右括號 那 覺得好像已經是符合它的要求 那 你可能就會按一個enter 你就會發現 出現一個錯誤訊息 那 這 這常常是 很多人在接觸這些程式語言的時候 面對著一些重大挑戰的 很多 各種可能的狀況 那 這些狀況 會讓你覺得很挫折 你明明就是叫我輸入file name 為什麼 我打進去之後 它不讓我讀進來 那 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 在 在城市裡人的世界裡面呢 我們是定義了很多 非常明確的規則 這個規則是為了要防止 一些各種的例外狀況 所以 比如說 電腦其實沒有那麼聰明 可以判斷說 你這個hr01.txt 是什麼東西 它可以是一個答案名稱 它也有可能是一個變數 對不對 或者可能是一個任何一個東西 那 所以 我們得去指定說 它到底是什麼樣性質的東西 那 通常我們會 會認為file name 其實就是一個文字的字串 它是一個字母組成的一個符號 所以 對於任何字母組 這個字串呢 我們都會加一個單引號 來表示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 我剛剛說過 就是 我們程式語言裡面 要把文字跟數字 以及其他東西要區分得非常清楚 這樣子你的程式 才可以 去 嚴格去辨識 到底是屬於哪一種東西 就是 其實電腦沒有那麼聰明 你得 你 你必須告訴它 這是什麼東西 它才知道它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 如果你直接拿hr01 它也肯定會出現錯誤 但是如果今天 告訴這個電腦 說 這個hr01.txt 是一個 是一個文字的字串 像 單引號之後 你會發現它顏色 特別不太一樣 那 這樣子 我就可以成功的 把這個檔案給讀進來 所以 通常如果讀進來之後 是ok的 通常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就是 直接到下一個 command line 上面去 但是如果你回去 你的右邊的workspace 你應該可以看到 你下面出現一個 新的variable 叫做hr01 這個variable 那 日文跟日文的右邊呢 很重要的就是 它直接告訴它 是7076 乘E double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HLR01的變數 是一個 是一個 正列 什麼叫正列 英文叫matrix 那 所以就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叫做manlab 就是manlab 他說發展的時候 就是叫做matrix laboratory 就是一個正列 矩陣實驗室 那 可能就是說 在數學裡面,其實我們很多事情可以用矩陣做出來 所以,那一個核心的概念就是,所有的資料幾乎都是矩陣的概念 所以這是一個7076乘1,表示說 我們對這個one dimensional,異微的這個數量 其實是7076,這個dimension它的長度 但是...